红灯的呢 因为画面上我们看到 这个知名主持人崔丽心 居然在港都当街被抢 那么另外呢 还有就是高雄市议长夫人 是昨天傍晚的时候 在街上也是遭到了 飞车骑士抢劫 天都还没有黑呢 大白天的居然就被抢 而且议长夫人 还惨遭拖行了百余公尺 真的是相当的夸张 而在同一天中午 民主持人崔丽心 跟她的朋友在逛街的时候 她是在高雄大圆摆商圈逛街的 居然也遭飞车抢劫 那么崔丽心朋友的皮包呢 不但被抢走 人还被撞倒趴在地上 同时崔丽心还说呢 他们打算要去报警 没想到旁边募集的计程车司机 居然跟他们说 报警根本没有用 走在热闹商圈 竟然当街遭抢 回想当时 民主持人崔丽心 还是很惊恐 突然我就发觉 我的朋友好像是被车撞倒在地上 整个人趴在地上 还往前走 那我要去扶他 我才发觉 我才用眼睛的余光看到 就是有个机身骑士 把他的皮包从他肩膀上 这样子拉下来 让他跌倒在地上 等我意思过来是抢劫的时候 他就已经人不见了 速度非常的快 光天化日 歹徒飞车抢皮包 还把人当场撞倒在地脱行 历经整个预抢过程 崔丽心直呼真的很夸张 事情发生了之后呢 我就听那边的老板娘讲说 她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最近常常这样子 在那么热让的地方还会有这样的状况 对 那另外还有一个行人就说 你们干嘛要背这种包包 我们现在出来都提环保袋或者是塑胶带 为了怕被抢民众改提环保袋防盗 难道警方真的束手无策吗 热闹的百货商圈 众目睽睽下进上演飞车抢案 离谱的是崔丽心欲抢当天 高雄市议长夫人也被劫 2007年底一天就有两棋抢案 上个月抢案数字人居高不下 光是9号这一天 相隔不到8小时就有两件 高雄市治安明显亮红灯 他的车牌遮住报警也没用吗 没啊 后来十几分钟就找到了 因为他里面没钱啊 人家都丢了啊 十几分钟就找到了啊 手机好像被拿走的样子 年关将近 飞车抢匪猖狂 警方再不加以遏制 民众人心惶惶 走在街上都得担心受怕 中文新闻简单书 张玉芯 谢凯轩 台北高雄采访报道